一圈又一圈的貝果 像是夢幻般的據點 吃進嘴裡卻在舌尖 蹦出驚嘆號 我平常不吃麵包的 除了這一間貝果我才會吃 為什麼 很好吃 很天然 常常會去給家人吃 我從團購時期 我就一直在團購他們家的貝果 它的表皮是酥脆的 然後內部是Q軟的 因為它這個口感很適合台灣人 滴答滴答的時間流轉 圓圓的麵團蛻變成長 裡頭裹著陳南疆 異國求學的苦澀 包著返鄉創業的艱辛 在美國 就是我們去那邊 學生去那邊就吃了 跟我同學吃了 一個禮拜的貝果 覺得說這個貝果 真的不是我們台灣人吃 所以兩個人 從美國念書回來 教了幾年書 就直接說 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夢想 就來做這個貝果了 陳南疆的夢想 是改變美食貝果 太過扎實硬邦邦的口感 他和朋友一起合資創業 要做出有台灣味道的貝果 但是創業太苦 事業夥伴撤退之後 他獨自打拚 所以挫折時 光是趕一筆120克的貝果訂單 就花了整整一天24個小時 更別說前三年燒了數百萬 四十歲又在創立這個事業 要或我也來不及了 不及了 對 所以 牠都小了 對 硬著頭皮 回想當時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 在柯達教書的陳南疆 擔心未來可能會變成流浪教師 四十歲時 人生不是不惑 反而很迷惘 於是他放下了白板筆 離開校園 踏緊烘焙世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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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